一篇文字 一首歌 一种声音 一份私藏 欢迎收听 静波频道 少年说 我要来踩你 荒野上的小强威 强威说 我要赐你 让你永远不会忘记 我不愿被你踩折 晚上好朋友们 我是静波 欢迎来到静波频道 刚才的这一小段 是歌德的一首小诗 今天晚上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出自一位知名的作家 庆山 这个名字你可能感觉到陌生 它还有一个笔名 叫安妮宝贝 这下大家熟悉了吧 我手里拿着的这本书 是一本合集 它收录了许多父母 写给孩子的信 这本书的名字叫 愿你慢慢长大 其中有一篇 就是庆山写给自己女儿的 我们彼此的人生 是独立的 下面就读给大家 如果你还想听到更多的节目 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 搜索添加 静波频道 夏日黄昏 走进公寓的花园 看到绿树林荫之中 一个五六岁的女孩 牵着一串长长的纸鸢 在青石路上 蹦蹦跳跳地跑着 黑而柔软的长发 奇眉刘海 矫健的小身体 充满活力 站在一旁 静静地看着女孩和她的嬉戏 即便是林家的孩子 自己脸上 也会情不自禁地 浮现出欣喜的微笑 所谓的同理心是 如果你爱自己的孩子 你也应该会爱一切的孩子 我想 我并不是一个世俗意义上 无微不至的母亲 自她出生 我很少对人谈论她 我从不加入所谓 妈妈们的组织和聚会 我也并不整日与她缠绕在一起 在关心她必要的衣食住行之外 我们之间的关系 有一种独立和互相尊重的意味 也就是说 我注重与她之间保持略微的距离感 这种距离感是 给予对方美好的重视的感受 但不侵扰和控制对方的情绪和意志 女人即便身为母亲 最重要的核心 依然是需要有自己的生活 母亲不仅仅是给女儿 做日常生活的琐事 更不能卸去自我的力量 只围绕着孩子打转 我们彼此的人生是独立的 她要成长 我要成长 应是如此 当她满了两岁 家里有一个 与她能够相处和谐愉快的保姆 我开始恢复了工作 有时 我在书房独处很长的时间 阅读 做笔记 整理资料 写稿子 兼或有或长或短的旅行 几乎隔断时间就出发 那几年 因着种种机缘 去了英国 德国 日本 美国 印度 瑞士 意大利 希腊 时常与她分离 但每到一个国家 我会特意在博物馆 或集市 或商店里 搜集漂亮的当地的明信片 带回来之后 贴满一面墙壁 有时 她午睡后 我抱着还幼小的她 让她逐幅观赏 一彩分城的明信片 告诉她 这是佛罗伦萨的古城 这是纽约的帝国大厦 京都的寺庙 威尼斯的桥 世界很大 世界很美好 等你长大 这一切都在等着你去探索 在那几年 我陆续写完长篇小说 春艳 散文集 棉空 和采访 古书之美 我没有懈怠 愿意让她见到一个 始终在赌食地工作着的母亲 一个在学习和成长的母亲 一个在旅行和探索着的母亲 一个关注个体 与世间的秘密 并用写作 做出表达的母亲 这样等她长大 她会知道 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 真正重要的事情 是什么 三岁 她进了幼儿园 这家幼儿园 注重孩子的品德教育 和艺术发展能力 因此 她经常带回来 手工制作的作品和画作 我标上具体的年月日 替她一一保存起来 家里有一个大张目箱子 保存着她小时候穿过的花边小衬衣 一些出版人和外国编辑送给她的礼物 我给她缝制的玩具 家里老人给她做的绣花布鞋 和织的小毛衣 她制作给我的生日卡片 都是宝贵的纪念 我经常给她拍照 觉得儿童的面容和眼神 真是美丽至极 如此清澈芬芳 有些照片洗出来 用相框框好 挂在她的房间里 一张是春天的时候 在江南 她在花枝丛中 用手捧住一朵 硕大饱满的玉兰花 微微出了神 一张是她在湖北寺庙 庙里的师傅们教她写字 教她用菜叶喂兔子 她穿着小白衬衣 梳桐花头 笑容愉悦 让她知道她自己是美丽的 并且感知到这种美丽 对一个女孩子来说 尤为重要 五岁多的时候 一直陪伴和照顾她的保姆 因为家里有事回了老家 我开始为她做细微琐碎的家事 每日早晨给她做早餐 有时是用黄豆 松仁 葵花籽 红枣 一起打豆浆 有时是用鲜玉米榨汁 配上全麦面包和橄榄油 有时煮红薯粥 我并不精于烹饪 但她喜欢我做的苹果派 土豆泥和鸡蛋羹 时常提出要求 想再次品尝 我一直很注意为她买各种优秀的绘本作品 让她在故事和绘画中获得知识 那次找到一本关于做苹果派的绘本 关于一个女孩子如何在全世界搜集到做苹果派的材料 面粉 牛奶 鸡蛋 肉桂 黄油 苹果 我们在睡前一起朗读这本书 她因此获得了以前从未了解到的地理和食物的知识 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说 妈妈 我们明天一起来做苹果派 我说 当然可以 于是 那一天她放学回来 系上小围裙 站在小板凳上 一本正经地开始在玻璃碗里搅拌鸡蛋 揉搓面团 我在她一心一意干活的时候 悄悄地拍下了照片 如果等她长大 看到自己在厨房里认真学习的样子 会觉得很欣喜吧 白日她在幼儿园上课 我处理家务和自己的工作 下午她回到家里 我给她打一杯鲜榨果汁 拌入一些酸奶 她端着杯子走进自己的小书房 继续画画和做手工 孩子的心智 目前还像张白纸 染上什么色彩 尤其重要 不能被庸俗繁杂的电视娱乐新闻所侵扰 也不能沉浸在 iPad游戏的电光声影之中 所以 让她接触到的事物 需要有所过滤 有所选择 我从不对她寄托过多的期望 也不试图用力灌输给她什么 有时听到一些母亲 骄傲地宣称自己的孩子 会背下多少首古诗 背下三字经弟子规 甚至背下老子庄子 我从不试图要让她去学会什么 我只希望 她自在地喜悦地玩耍 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 用她自己的方式去探索 去前行 如此而已 她上过芭蕾课 上完第一阶段 有时在回家的路上 经常疲累 在车上入睡 我问询她的意见 她说课太多想休息 此间 她还在上课外英语和美术课 于是我尊重她的选择 没有上第二阶段 她有时回家 自己看绘本 画画 做手工 就忘记做数学和拼音的作业 我也不催促 因为终有一天 她会正式学习这些的 有什么可着急的呢 孩子总是会按照 她自己内在的节奏 慢慢生长起来的 对他们来说 没有什么 是比保护天性 和保持愉悦和活力 更重要的事 我现在唯一想的 就是让她时时觉得欣喜 按照自己的想象力 和天性去成长 她的快乐和自尊 是重要的 至于其他 终有一天 她会知道 而且 她现在知道的事情 已经超过一些标准化答案 太多太多了 那是我们最开心的时间 两个人在清朗凉爽的暮色中 走走看看 有时就走得很远 她在广场玩喷泉 我在旁边耐心地等待她 回家之前 她则陪我一起去超市 买好吃的果脉核桃面包 酸奶和水果 一次 她表达出 想挑选一块香皂的心愿 我说 没问题 她在香皂架子前面 逐一地绣纹那些 包装漂亮的香皂 仔细观赏 包装盒上的色彩和图案 最后 选定了一块 白色灵蓝香味的香皂 她说 她喜欢这香气 我说 好 回去之后 就用她洗你的小手 这样你的手就会散发出 灵蓝花的香气了 她听了之后 显出开心的笑容 并积极地帮我推购物小车 夜色途中 我们穿过一个小花园 她在草地上撒花 一下跑得很快 很远 小小的身影 穿梭过樱花树林 薄荷草丛 穿梭过淡淡的 皎洁的月光 我看着她的样子 觉得心里 跟微微吃了一样 如同看到一朵 露水中的花 一颗皇冠上的珍珠 有什么区别呢 这世间 美丽的 美丽的 纯真的存在 总是会让人感动 让我们 敬重 曾经 是在拿一本书里 见到过这样一段话 说 如果家庭中 有五六岁大的孩子 那么 他们都是神派下来的天使 他们带来的快乐 实在太多 现在看来 此话 一点也不夸张 他们是这样的温柔 愉快 健壮 踊跃 有时 他们是需要被照顾 和带领的幼童 有时 他们是带给大人 启发和感知的镜子 一个小女孩 带来的微风和香气 是与浑浊僵硬的成人世界 完全不同的 我因此对她 总是有一种 感激之心的 每天晚上 她睡觉之前 我们会举行 小小的祈祷仪式 我把手 轻轻地放在她的额头上 低声在 熄了灯的房间里 为她祈祷 我说 你会健康 快乐 美丽 安宁 你会是一个 懂礼貌 爱学习的孩子 你会成为一个 对大家有帮助的人 在梦里 你看到一个 蓝蓝的大湖 湖上有睡帘 有云朵的影子 旁边 旁边有起伏的山卵 天使和仙女 会来问候你 你就会甜甜地入睡 直到天亮 于是 她在我的声音中 闭上了眼睛 静静静静地 睡着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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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